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一集 播讲毕加索 秦末明初 是段改朝换代的动荡年月 钢肠败坏 法际废斥 陆林盗贼是多如牛毛 仅在京京两地 就先后出现过 四个比较有名的非贼巨盗 做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是为祸不小啊 但无论什么大事小情 只要在民间流传开来 就免不了会被改头换面 添油加粗 关于这四个贼人的传说 也是如此 他们成为了当时 大街小巷 酒楼茶寺里 纷纷谈论的热门话题 更从中衍生出了许多 评书 唱曲 戏文 加之各种小报上 连篇累读的不断报道 几乎是家喻户晓 老少皆知 可实际上 这四个贼 并没有传说中那样 富有神秘色彩 但是能有如此作为 总是有些出众之处 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 可以比拟 这四贼之首 也就是最早成名之人 还是要数那康小八 这位康八业 其实算不上飞贼 此人家中极穷 本就是个 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 居住在京东 康家赢一带 因为机缘巧合 被他从英国公使身边 偷了饼转轮 羊枪在手 从此是狂得快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是到处杀人劫财 康小八心黑手痕 看谁不顺眼 就对谁开枪 身上不知背了几十条人命 单说有一回 康小八就去剃头 剃着半截 他问剃头讲 诶 听说个康八业吗 那剃头的师傅 就顺口答道 诶 知道 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啊 康小八心中暗暗动怒 又问 诶 咱们不是个东西啊 你认识的 不认识 听说的近乎来 康小八接着就说 好 今儿个就让你认识认识 说着话就掏出六响羊枪来 把那个剃头匠 给当场打死了 康小八杀人入马 机案累累 但他胆小心邪 这杀的人越多 就越是疑心有人要暗算报复他 黑夜里走路 听见后边有脚步声比他快 也不问来人是谁 立刻回头就是一枪 后来这康八也算是作到头了 终于被五成炼勇给拿住 给寡在了菜市口了 民国 民国时有不少好事之徒 为了哗众取宠 耸动视听 硬是把康小八归为 陆林盗贼之中 为他写了新戏 茶楼书场和三流传奇小说里 也多有讲他的 想不到在戏文评书里 竟然将此人演绎成了 武功高强的江阳大盗 都能和杜尔敦赵四虎之类的 陆林豪杰相提并论了 这四贼中排在第二位的是宋西鹏 此人成名的期间 与康八爷大闹北京城的年代 相去不远 不过宋西鹏并不是北京人士 他祖居在天津卫南大寺附近 自幼跟着了老灰灰练舞 天生是气力过人 能够单手举起百金十所 围着场子走上一圈 也照样面不改色 更有一身横脸的硬功夫 刀砍一道白印 枪扎一个白点 人送外号是石佛颂 曾经在标橘子里边 做过几年标诗 后来山东闹义和团的时候 各路全民打着 浮清灭阳的七号北上进京 这石佛颂也凭着一身真功夫 入伙做了大师兄 庚子年剿灭全匪 义和团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许多人都被官府捉去砍了 宋西鹏逃亡在外 做起了土匪草扣 他又聚集了一伙水贼 到天津 截夺盐舱舱舱里装运的官银 这种银子 就是被称为黄杠 都是一百两一个的大元宝 十个装一翘 宋西鹏精于用标 百发百中 甩手标底下是打死了五名军官 一截就截了三十万两黄杠 这自知惹下了弥天大罪 当即与同伙分掉了脏银 潜逃到了苍州隐匿踪迹 一年后 宋西鹏以为风声过去了 便暗中回天津寻清 没想到刚一露面 就让采访局的人给盯上了 这回他再想走 可走不脱了 只好当街亮出家伙事 最终 还是因为寡不敌众 被通缉捕快 一拥而上 暗翻在地 来了个生擒活捉 这件大案 惊动了朝廷上下 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 正闲得难受 听说着在天津古楼 拿住了史镖的巨贼 于是想要看看他究竟 是怎么样一条英雄好汉 李总管救命 御前侍卫给宋西鹏 带上了手铐脚链 压到殿前 请太后老佛爷一关 不过 您想想 这惹下重罪的囚徒 走到了这个地步 他还能兴胜得了吗 所以啊 慈禧看后很是失望 只是不冷不热地说了句 感情就是这么一个人呢 没过几天 宋西鹏便被断成斩力绝 谢到了法场内是销售势众 人头在城门楼子上悬挂了整整两个月 这四贼之三 是民国初年在北平城里作案的燕子李三 据说呀 李三爷是幼年贫苦 曾顿入空门出家为僧 一城后才还得俗 平生以擅长轻功著称 可以施展登平渡水等独门绝技 飞檐走壁 高来高去 不留踪迹 堪与江南神偷赵华阳齐名 他仅用了一个晚上 就接连偷到了八大商号 并且在现场留下了燕子标为屏 一时之间是名声大噪 而事实上 燕子李三未必有此神偷 不过 他也的确是有几分真本事 死贼贯能攀爬 窜房月脊是不在话下 作案时脚上要穿五六双袜子 为的是轻而不滑 落地悄无声息 而且他素有贼质 机巧过人 官府虽然围捕多次 却始终没能将他捕获 但李三爷身上燃有烟瘾 每天都要吸足了上等的芙蓉膏 才有精神 有一会也该找他倒霉 寻思着灯下黑 这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最稳妥 夜里就躲在 针机队办案的房顶上歇着 后半上这烟瘾发作难熬 便用洋火点起了 随身携带的烟枪 结果 不巧被街上巡逻的 针机队发掘了 那针机队长看见 一片漆黑的夜晚 房顶上忽然亮了一下 显得极不寻常 料定是有非贼藏身 立刻在暗中布置人马 从四面八方围住了房屋 来了一个瓮中捉壁 这燕子李三毕竟不是真的能飞的燕子 只好束手就擒 天刚蒙蒙亮 针机队就将人犯压制到了南城监狱 官府担心李三用缩骨法逃脱 就挑断了他双脚后跟的两条大巾 又拿锁链锁住了他的皮革骨 使他变成了个残废人 又加之烟瘾折磨 还没等到临行李三爷就先驱死在狱中了 这四贼中的最后一位 其实是对双胞胎兄弟 兄长是人称滚地雷的田化星 二帝是坐地炮田化风 那时正好有大批的军阀盗绝皇陵 军阀部队挖到康熙皇帝的警灵时 炸开了木门 却不料地宫里涌出大量阴冷的黑水 是怎么排也排不空 工兵们没法进入 只得暂时放弃 谁承想 这件事被一伙山贼草寇知道了 这土匪头子正是田化星 他是七人出身 德国十三节地躺边真传 常自诩胆大包天 世间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大概是深受旧时说书唱戏等民间戏曲的影响 田化星知道 以前有段杨湘武三道九龙碑的故事 据说康熙皇帝有着价值连城的宝物 换作九龙碑 那是个晶莹剔透 雕工精湛 巧夺天工的玉碑 每当在碑中倒满穷江玉叶 碑底就会显出九条蛟龙 活灵活现的旋转翻腾 历历在目 是越看越真 诗人称此奇景为九龙闹海 天化星听族中老人们说起过 真正的玉碑虽然没有传说中那样离奇 但是玉智洁白无暇 细腻透明 雕炉的工艺精湛非凡 叫人叹为观止 也绝对是一件西式的皇家珍宝 而且景陵里确实藏有九龙碑陪葬 他对此动了贪心 跟手下弟兄们就商量着去盗墓 并且说 眼下这空子正是个发横财的机会 既不可施施不再来 哥几个 如果咱们兄弟盗得了景陵珍宝 别的东西我全不要 我只要康熙爷身边的九龙碑 其余的你们大伙随便分 众人一拍即合 当晚趁着月明星夕 群岛代表的细血就闯进了陵区 这伙人远比军阀熟悉当时的地形 没费多大力气 就找到了位置截断了水脉 随后冒死潜入陵寝地宫 打算把皇帝和嫔妃的官果一一撬开 以便搜寻名气宝货 谁知这天化星刚撬开一块果板 借着马灯照进去 就见那关中躺着的死人冲着他发枪 有倒是做贼的心虚是盗墓的怕鬼 或许是自己吓唬自己 可那时候灯烛恍惚 谁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反正是天化星吃了这一惊 非同小可 被吓得双脚发软 瘫倒在地 脸色惨白是牙关打颤 都成了一团 三更里被几个同伙抬回家中 连口热汤子也灌不进去 没等到五更天 就一命归西了 天化星虽然两腿一灯是乌乎挨哉 可他二弟天化风仍是不顾死活 转过天来再次夜叹警灵地宫 终于盗得了九龙碑 但在打开内果的时候 呼得从果中冒出一团绿色的火焰 将他的眼睛捉瞎了一只 面容也给毁了大半 从此落了个鬼脸的座号 不出半年 包括鬼脸天化风在内的这伙盗贼 便都在河北宝定被官府擒获 就地执行了枪决 贼人所到的珍宝尽数得以追缴 但警灵中的宝物随后竟在官库中 全部下落不明了 至今是查不到去效 留下了一个好大的谜团 前面所说的这四个盗贼 虽然据是陆林出身 惹下的案子也曾是一度震动天下 但要论起资历和本事来 最多仅属于三流角色 只不过他们的事迹流传广了 在民间传说中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演艺成分 都被看成是狭盗之流 然而这陆林手段可大可小 上者到内府宝器 中者到大院真物 下者到民间柴货 真正有本事有作为的人物 却往往埋没于草莽尘埃之中 未必能在历史上留下踪迹 以前在湖南洞庭湖里 就有一路自豪称之为燕团的刀贼 始于清朝末年 首领姓张 排行第三 人称贼魔 曾在军中围观 据传说 此人有神鬼难测之术 可与古代白元公 红线女 昆仑奴等人 相提并论 到了民国之时 旧姓张家传到了张葫芦这边 由于前几代人的基案 家底殷厚 早已收拾其手段 不再轻易使用 而是迁回了祖籍 在平津等地 开了几家当铺 做起了正经生意 以前呀 大户人家都有家庙 里面供着宅仙 这宅仙是各种各样 根据各地的风俗不同 供什么东西的都有 有供武通神的 也有供金鱼珠宝的 而张家供的 则是一只铜猫 是件灵验异常的古物 但没想到的是 这张葫芦在搬家的时候 竟然把家中供养的宅仙 给医师了 结果难免有货事找上门来 家道渐渐衰落 有句话说的好 这同行是冤家 当初北平城里 最大的就是圣元当铺 东甲姓牧 为人是贪得无焉 比官府多有勾紧 把同开当铺的张葫芦 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 而且他无意中还得知 这张家地窖里 藏有许多罕见的古董 都是从古墓山林 或皇宫内院里 倒出来的奇事珍宝 便起心想要谋斩这份产业 千方百计 害掉了张家好几条人命 两家为此结了很深的粮子 那时候的张葫芦 年轻气盛 受其不过时 竟找了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做起了暗行人 潜入了木宅 杀了仇家老少十一口 统统割下人头 又顺路把警察局长的脑袋 也给刮了下来 随即施展祖传绝技 蝎子倒爬城 将这十一二颗人头 血淋淋的穿成一串 全部悬挂在 长篓子的眼角上 最后 张葫芦还觉得不解恨 一把火烧了 圣源当铺总号 才肯罢手 这回的案子 做得太大了 天底下再无容身之所 按以往陆林的惯例 在惹下如此大祸之后 也只有远走高飞 才能躲得过海埔通吉 那是仅有的几条出路 无非是下南洋 走西口 闯关东 张葫芦不得不舍了家产 背着老娘来到山东地边 漂洋过海到关外 从此隐姓埋名 改用了母亲的姓氏 是父姓司马 同时 为求生计 仍旧重操祖业 上山做了 马达子 后来啊 到了东北实行突改 民主联军剿匪的时候 张葫芦和他的弟兄们 器械投降 被部队收编 参加了三下江南 四宝临江等战役 跟着大军自北而南 入关后直取两广 这期间哪怕没有功劳 也有十分的苦劳 但因为张葫芦出身 陆林底子不清目 在军中始终得不到重用 解放后被安排到长沙工作 并且安家老户 娶妻结婚 1953年得了个儿子 可张葫芦对旧事从不敢提 唯恐说出去牵连甚大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给儿子起名时 户口本上写的是司马辉 因为陆林中人 大多是做出犯关禁的举动 常年在刀夹子上打滚 说不定哪天就把身家性命赔进去了 对能够推测出 吉凶祸福的经典先生 格外信服 所以张葫芦特意从老家 请人来给儿子批了八字 按早年间的说法 这命啊是死的 孕却是活的 人的名字是一个人的终身代号 必须要合着命理格局 才能够助长运势 其后代虽然隐姓埋名 但也得有些讲究才对 时下虽然是新社会了 但张葫芦毕竟出身草莽 观念比较陈旧 对这路会算命的经典先生 格外幸福 而且这种幸福是根深蒂固 深入骨髓之中的 怎么改朝换代也难改变 只见那老先生摇头晃脑的掐指算了半天 最后算出这孩子的八字属土 是个土命 按照八门命格来讲 这中央物以土 刚好列在第八 若以动物八仙的排位顺序 第八家恰是灰家 也就是老鼠 以前戏班子里供灰巴也 为的是防止耗子 把乡中的道具服饰肯坏了 民间俗称灰巴也属土 所以得名叫司马灰 张葫芦折舌不下 他说司马灰这名字倒是响亮 但别人出闻此名 必然会以为司马灰的灰字用的是光灰显赫 灰黄灿烂之灰 谁也不会想到竟会以灰暗灰烬骨灰的灰字为名 这个灰字可真是取得太有门道了 再盼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才好啊 张葫芦毕竟出身于陆林旧姓 走绝对新史学校里教的东西没多大用处 也不想让祖宗的手段失传 于是几年后就把司马灰送到北京 跟着本家一位隐居在京的文武先生学艺 从此下苦功 起武经 爬半夜熬过两灯油 颇得了些真实传授 直到他十三岁时师父去世 葬在了京郊的白马山 这才算告一段落